大家呢说这个新上的锐介L这个5米的7座的SUV 你寒露怎么不拍 这不就来了吗 我从深圳直接就飞到传福的厂区里面 给大家拍这个新的5米7座30万左右的这辆车 先看一下宏观的参数配置 刚才车长已经说了 毕竟它就是整整好好的5米 轴距是2950 属于是一个标准的中大型的这个尺寸 然后它的几个车型呢 我身边这个是STLINE HIGH的这个顶配的车型 我理解应该售价在30万出头一丢丢 然后这个就用的是STLINE的这个运动风格的脸 你看到这边是那个 它之前那个龙鳞的鳞片的中网 这个鳞片很好 之前在蒙迪欧上这个鳞片是可以动的 这些能动的中网呢 其实它既没有实现说 它在封闭的时候 完全把整个隔山封闭 更利于气流的梳理 它还是有点窟窿呢 它又没有做到说打开之后 它的通气会更好 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必要的活动部件 就是纯为了炫 其实这种东西搁在这样的一个家用车上 这个东西成本还是很高的 所以没有就没有了 固定的鳞片还是很不错的 这边的STLINE这样的黑色的感觉 包括比较垂直的雾灯位 这就是顶配的 类似车型的整体的造型 如果你说这样的风格造型 你不是特别喜欢的话 来看这边 这个就是横条的中网 整个的这个版本的感觉 就是更普通的一点的造型 包括这边的雾灯位 也并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这就是中高配的车型 我理解呢 整个中高配的这个普通的前脸 它的售价应该是在26到30左右 而这边的STLINE HIGH的这个顶配车型 应该在30万出头一丢丢 那30万出头大概能换来什么东西呢 它是混动的车型 有一个202千瓦的 Eco Boost的2.0T的发动机 同时呢 它有一个140千瓦的电机 是在整个的ECVT的变速箱的结构里面 它就可以实现至少三种的工况 纯电工况 包括并列的工况 就是发动机跟电机一起去出力 然后包括一个直驱 就是发动机直驱的工况 同时呢 因为它是不插电的混动结构 所以它后面是没有充电口的 这是个1.1度的快充快放的电池模式 所以你压根就不用担心 这个电池它什么有电没电的 因为1.1度 早一会儿稍微有一点点动能回收 或者有一点点发动机的剩余功率 这1.1度就可以充一个比较高的电位了 然后你这么一使挤脚 可能这个电量又没有了 但是一会儿就冲回来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来整个看一下这个车的红杆感觉吧 这个蓝色还是比较经典的 福特的蓝色 属于是虎头虎脑的 5米级别的标准的 整个姿态的外观吧 静态姿态外观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OK 就没有什么单独可以让你挑的地方 整个的双5幅共10幅条的 轮子力量感还是不错的 255 5021的轮子 这个轮子 说实话不太好 AT胎 AT胎是什么逻辑呢 因为这儿的车还是有可能长途自驾的 毕竟它整个的官方的理论来说的续航 是可以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 我觉得实际你开的话 保底保底 你开的再激烈再激烈 八九百公里的续航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是非常适合自驾游的 我认为 总理程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自驾游 还是含路那个逻辑 尽量的换个AT胎 轻量化的AT胎就好了 尤其是奔祖国的西部地区 你要是用带海拔的地方换胎特别麻烦 所以换AT胎并不一定非得叫越野 而是为了省劲 为了省高海拔的劲 这事也是很重要的 外加这个车 它是没有后面的打气泵的 所以就更应该去换一个轻量化的AT胎 用于长途的自驾过程中 好 视线往后看 顶配的版本是没有后面的隐私玻璃 上面整个的黑化的 上部的双色车身 包括整个的上面的 行李架的导轨还是挺结实的 好再往后看 整个的尾部的造型 我觉得有运动的风格 包括底下边的感觉 包括整个的黑化的尾灯的感觉 都是OK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电动的尾门打开了 因为这种五米的车 就是中规中矩就好了 别太夸张 太夸张的话 容易引起用户的一个反感 打开之后 现在整个的是七座模式下的 整个的后备箱进身 这个车分为两种模式 现在是二二三 第三排坐三个人 这个模式也比较推崇 因为中矩是过道的 它还有一个模式是二三二 也就是之前我说的第二排 整个的封死 类似于大墓碑 那个模式确实对第三排 并不特别友好 但是那个模式有一个好处 是很多人 他不需要完全的第三排展开 他把第三排收进去 他就变成了一个五座车 因为第二排是一个 整个的大通板的空间 坐五个人就会比这个车 坐五个人更加方便一点点 因为就不用到第三排了 去走过来坐五个人的时候 所以各有所需吧 但整体来说 我还是推荐 二二三的这个模式 现在能看到 这个后备箱的进身 装行李 基本上就是城市里面的行李 你要是长途自驾过程中 这个行李是不利于 坐六到七个人 坐满之后的这个行李的 那基本装不了什么太多 当然了 如果我们把它去放倒 这个放倒之后呢 它的空间就会很大 另外我先说一下 它的放倒过程中这个椅背 这是一档 然后这边再一low 这有两档 所以它的椅背是两档的一个角度 放倒之后 这个空间还是我那个逻辑 你这四个人啊 多长途的行李 都是完完全全的足够 这空间还是足够大 另外这个小盖板 这个很不错 很多车都不配 所以不配的话呢 它就直接这个后备箱的地板 跟整个的第三排的靠背之间 会有形成那种的小台 或者是这个小的一个缝 就容易掉东西 这个盖板其实还是做的挺好的啊 配件方面呢 这两边都是有挂钩的 这挂钩还是很棒 我很喜欢 两侧都有啊 这是左侧的 然后再看底下 这是耳朵空间 可以搁一些东西 然后右边呢 这边过来 这边是照明 很显然的 这个照明的位置并不是特别的高 然后理论来说 如果这两边才能有照明的话 它投影式的照明 投到这里面 照明就会更加充分 然后再看地板下的空间 这边呢 是一个主盒 主盒底下呢 是刚才我所说的 不太适合高海拔 基本上这样 厂商配的气泵 在1500米以下 发挥比较不错 1500米以上 基本上打进去气 就会很难了 好 这右边有点烟器啊 这个不错 就可以搁冰箱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玩意儿的东西 好 OK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车 带大家去体验 前面的空间了 我先把这个第三排 给它打起来 要不然一会儿去 体验第三排的时候 就不好弄了 来 走 小东你上 副驾驶 我们今天这个一镜到底 还是很刺激的 朋友们 是不是 这一镜到底 是贼考验一个车评人 他基本的口条 能不能顺 现在呢 直接捡着车 它的发动机并没有启动 因为它里面有1.1度电池 还可以轻微的吹一吹空调 但是它肯定不如大电池嘛 大电池 它就能支撑空调的时间更长 这1.1度 估计吹一会儿 它的发动机就该启动了 但是这种的非插电混动的车 好处就是你不用关心电池有没有电 你开的过程中 这电池就一会儿有电 一会儿没电的 这样状态 关键是还是省油嘛 就可以 在省油的基础上 动力肯定比汽油车要强 所以现在几乎没有理由 再买一个纯汽油车了 这样的混动车型 还是挺舒服的 挺好用的 然后这里面的感觉 因为这个是XT-Line的版本 所以你看这里面的红条 包括这里面的黑 红的缝线 还是年轻人挺喜欢的 这种的比较运动的风格 但这种运动风格 有一个不好的 看这个座椅 翻毛皮的座椅 没有座椅通风 之前好在蒙迪欧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所以它的顶配 XT-Line的版本 反而是没有座椅通风的 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想要座椅通风的话 不能买XT-Line的版本 要买次顶配 它就有座椅通风了 所以配置 只是这一个地儿 是不太小合理 作为一个二十大几万 三十万左右的车型 这个车里面的做工用料 没问题 整个的这个门板 这个的皮质包裹的面积 包括这边的 刚才说的这个小缝红线 包括上面这个 类似于皮革的感觉的纹理 都没问题 一大块的大连屏 然后整个的反应速度 跟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地图在这么大个的一个 来你远点 你不那么着急 你老不用太 不用特别特小动 不用特别特写 在拖动过程中看 这么大块的一个地图 拖动过程中 还是已经算是挺顺的了 这个算是挺顺的了 不错了 但是只有百度地图 没有高度地图 我是比较喜欢 你看发动机启动了 轰一声发动机启动了 所以刚才吹轰的要吹了一会儿 我是比较喜动高度地图的 现在是没有高度地图 只有百度地图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功能方面 这个地图 听歌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屏幕 有一个小问题 尤其是前面这块 行车屏幕问题会更多一点 它就有点过于垂直了 这个屏幕 因为一般我们看到 这样的行车屏幕 都是多少有点角度的 有点角度 你这么着看起来的话 跟你的视线 直接就是一个 完全垂直的感觉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 它本身比较垂直 你就会认为 这有点负角度 因为你的眼睛 是这块看过去的 这个东西好处是 它的屏幕比较垂直 整个风挡过来的 阳光不太容易反光 但是问题就是 你的视像看起来 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受 福特之前电码 好像屏幕也是比较垂直 可能都是源自于 怕反光的同样的一个理念 但是大屏幕 整个来说 它的长度 跟它的时髦度 包括整个的分辨率 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有HOD 然后顶配的车型 是有座椅加热 跟方向盘加热的 整个方向盘 它皮质崩的感觉是不错的 另外 它的上下是平边的 这个平边方向盘 就比之前是这样的 类似于半截方向盘 要好用很多 因为它是接近于 纯圆的状态下的 上下只是切了一点边 而之前那些 从这块就切过来的 平边方向盘 它确实是少了一块 你去打方向的时候 总觉得是少点事 但是现在上下 小切边的平边 你打方向的过程中 就没有那么的困扰 基本上跟纯圆的方向盘 感受是大差不差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然后再看一下 前排的其他一些 人精化的体验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眼镜盒 这是要表扬一下的 很不错 然后包括主架在内的 有一大块的化妆镜 并且上面是带有灯的 这是不错的 巨大的一个下沉杵盒 这个下沉杵盒里面 还是有USB 两个充电的 后面是常规的背件 在后面是无线充电板 一个比较科技感的小挡板 包括这边的音量条件钮是物理音件 这个也是不错的 后面核弹发射警示 不好意思 巡航导弹发射警示的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基本上能容纳多半个小臂的深度 这个深度还是挺好的 能装贼多东西 T字区的下部的空间的位置 是有一个带着侧帮的 整个这块的空间 也是能装不少的东西 并且这块 还是有红色的底板 类似于ISDLAN的风格 这个也是不错的 挺好 然后前排的最后一项 就是整个的座椅 座椅的刚才的问题已经说了 是没有座椅通风 加热是功能有的 这个座椅走的是运动风格 整个的皮子 翻摸皮感觉还不错 但是海绵会比较硬 另外翻摸皮的小问题 就是尤其夏天女孩穿短裤短裙 尤其是很短的短裤 跟短裙的时候 大面积的大腿跟这个皮子接触 就会感觉到这里面 这个翻摸皮 嵌进每一个毛孔里面是贼热 大家还是个黑座椅 所以如果你这个 容易穿短裤 坐这个车的话 我建议可以不买XTLAN的版本 就是又热又呼的话 都是汗腿底下的那个位置 因为这个座椅是运动风格 所以你就对于 整个的包裹加紧是比较期待的 它整个的靠背的包裹加紧 确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整个的腿部的包裹加紧 也是不错的 头枕还是很好的 这个头枕呢 是可以调进身的 对你看 这感觉是可以调进身的 对于我这儿的半螺锅的姿势 我开长途 这个姿势 我是标准坐姿啊 你看贼好的这个头部空间的感觉 另外呢 在这个坐姿方面 有一个要说的 这个车的坐姿贼高 特别高 你看 整个这个玻璃 已经到我胸口的位置了 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家用的SUV的玻璃 可能都会在这儿 它的这个位置还是贼高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座椅 降到最低了 然后现在视线往前转 我几乎是可以看那 机器盖的很靠前的位置了 这个坐姿 在一般的家用SUV里面 确实是很少见 很少见的一个坐姿 有点意思 这个坐姿啊 OK 好前面就是这样啊 再补充一个 BNO的音响 BNO的音响器 整个的体系里面 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现在上第二排 第二排 先把它俩放下来 第二排的座椅 我现在这个调的是 我比较适合进出 第三排的座椅的位置 所以我给它往后调一点 调到一个第二排座椅 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OK 好 这是第二排座椅的最大化 也就是现在第三排 基本上腿部空间 已经很小了 不太利于坐人了 在这个的情况下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算是 三拳 三拳腿部空间 三拳整的腿部空间 对 考虑到它车张这五米 并不是什么五米一啊 这样的尺寸 所以第二排最大化 三拳的腿部空间 OK 没问题 好 在这个基础上 它的功能层面来说 功能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你往这边看 除核 除核 USB 然后包括这边的空调出风口 这些 然后这个后排的座椅加热 这两边都是有的 但是因为同样是翻包皮的问题 所以它就是没法 这个后面做座椅通风吧 比较遗憾 后面缺了隐私玻璃 后面上面这个 整个的天部的尺寸 还是比较大的 整个上面天窗 但是因为怕这个光线比较愣 所以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张帘给挡上了 然后现在呢 这个中间是无线充电板 这个无线充电板 大家总觉得说 又这个把整个这块都封死了 但这个无线充电板 它这两边是可以这么多折起来的 折起来之后呢 整个这过道就将近20厘米 甚至是20多厘米的宽度 这个是我见过的 这个尺寸SUV里面 几乎是最宽的 整个中间的这个过道了 还是非常宽的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座椅往前挪 整个这个座椅的感觉啊 就是偏硬的座椅 跟前面的感觉是大差不差的 然后座椅的包裹性 也是独立座椅的包裹性 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运动风格嘛 你看这边 各种各样的小红条 ISDLAN 对 别给他们特 别给他们特 对 这些小红条 ISDLAN 多给大全啊 小冬 别给太特了 别给太特 就是阶段的特就行了 太特的镜头 大家看得太小了 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我们再往前调一点 给它调到 基本上一圈四指左右吧 现在大概是一圈四指左右的空间了 好 你把你这边的座椅调一下 一会咱们拍第三排 我现在先把这个 扶手打起来 准备进第三排 这个车的第三排 确实比我想的 还是要强的 虽然它的垂直高度 就这个位置 并不是特别够 但是一般的SUV 这个位置 它的垂直高度都这样 所以你没法苛责 这个车算算小 但是它中间大 这个过道 确实很大 好 我们现在进了第三排 这个第三排 这是我男性的 标准的坐姿 然后第一排 我标准坐姿 第二排 距离第三排 一拳四指 现在看 我能塞一拳的腿部空间 这个在五米的车长来说 并不算小了 但是刚才咱们也说了 任何的空间都是双刃剑 你这边的腿部空间大了 第三排 你的后备箱 在七人的模式下 基本上紧身就很小了 没有法太多的长途的行李 能看到空调出风口 在脸的正前方的位置 稍微有一点点别扭 同样有点别扭 是这个 就是第二排的空调出风口 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搁在脑袋的侧面 这个位置 尤其是妈妈 我觉得是比较讨厌 那个小朋友如果坐这的话 刚玩了一脑袋汗 这边一吹空调 就容易吹得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其实应该往前放 会更合适一点 好 我们现在回到第三排 它这个座椅 我觉得这个座椅 可能比前面两排 更加的舒服 这个座椅的软硬 并且这第三排 它不是翻包皮的座椅 反而倒是 觉得挺舒服的 海绵的形成也挺长 座件的高度 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可以理解 因为你要是跟后备箱 放成一个纯平的空间的话 你座椅如果特别高的话 那就放不平了 所以这个座椅的高度 看这个车是适合 一米六五 及小朋友乘坐在第三排 会比较合适 虽然它的腿部空间 跟它的头部空间 成年男性坐起来 也不会觉得压抑 但是这个座椅高度 偏低了一点 做刚才说的 那两个身材的女孩 包括当一米六八的女孩 坐在这第三排 这个座椅高度 我觉得也还是OK的 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第三排 整体来说的空间 比我想的一个标准的五米长度 还是要强的 好 我们现在从这儿下去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锅道 锅道确实很宽 非常宽 下来之后 现在小冬 你就准备直接坐好 你就准备坐好 我们就准备开了这车了 然后 因为它是混动的结构 所以开起来 它的发动机介入的时候 声音什么这些的 我还是比较关注的 另外它的发动机 如果是声音介入不大的话 它日常开起来 续航又比较长 同时它的动力又比较好 那会比较OK 来给我 你上车系安全带 你看它虚的 你看你别动 你别动你个脸 脸虚的 什么没出汗 你满脸都是汗 这就是比较虚 这样同时的比较虚一点 来 一镜到底还是比较刺激的 对吧 一镜到底比较刺激 我们就直接来进那边的停车场 副驾驶车门没关 走起来了 走 现在是它的发动机在找着 因为刚才原地的吹空条 按在1.1度电池 快速的就给耗没了 但是你稍微 你那什么的话 1.1度电池就会出来了 稍等 卡呢 又等里面车出来 里面有台车 所以不是我们一镜到底要掐镜头 朋友们 我这个只能先断一下 要不然咱们等里面车出来了 这等的时间太长 好 我们换一条 我们已经开上试车场了 因为在里面直接就一镜到底的第二镜 所以就没法提供外面跑的画面了 大家脑补这个车跑的姿态就行了 我们讲讲感受 刚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一上来 它这个电池又提供电能了 就变成纯电的行驶了 但是我现在基本车速到了30多公里的时速 就开始发动机就介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发动机跟电机一起来驱动 还是发动机自己直连 它是由系统来进行一个判断 但是这个车现在是没有串联 也就是之前大家比较熟知的增程模式 但是它的结构是可以实验增程模式 因为它有两个电机 一个发电机 一个驱动电机 未来通过整个的系统升机会不会有 那就后面来看了 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我稍微大一点油门 你看现在感觉 稍微大一点油门 这速度 这可比之前的纯EGO BOOS的2.0T的汽油的之前的系列福特车 那个加速可爽多了 并且整个的加速过程中 尤其是前段的去对抗涡轮没有带上劲 那段的整个的提速还是爽了很多 咱们再来一下 看一下前面 拍着前面 这感觉走 来开一下这车速 看这车速 封闭场地 朋友们 封闭场地 这个车速的提速 我再给你减一下速 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加速的感觉 我们再减到这一个速度 所以这140千瓦加2.0T 这个提速过程还是挺爽的 你看这感觉 这提速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并且越是前段的提速 越利于这个车的发挥 毕竟中后段的时候 它越不利于电机发挥的阶段 它的发动机直驱的概率 就会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有1.1度的小电池 作为一个小水池子来平衡 外加上它更多的动能 就可以回收到小电池里面 再利于它的二次的输出 所以这个车厂商的理论功耗 就可以做到1100多公里 还是1200多公里 我忘了 WRTC 你正常开的话 你稍微唬着一点开 我觉得八九百也是问题不大的 这唬着开是指着 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只是油门稍微大一点的这样的开 我觉得至少850以上 应该是没啥太多的问题 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利于 长头自驾的车型 然后在开起来的感觉的过程中 它的2.0T Eagle Boost的发动机的介入 是我最近试过的 类似于这样的车型介入 整体来说 发动机的体感并不属于是很大的 这样的车型 因为刚才咱们开全油门的时候 你能听到整个的发动机并不是嘶吼 还属于是比较润的那样的声音 因为刚才咱们在加速过程中 你没有明显的听到一个比较干吼的发动机声 所以这个车它在 甭管是纯电还是介于发动机介入的这块 整体来说的一个切换的段落感没有像那么强 风噪路噪的方面就属于是中规中矩的水平吧 因为整个的轮子的造型 轮胎的尺寸 不是轮子造型 这个轮胎50的扁平率并不属于是特别小的扁平率 还是可以容纳一些的细碎的振动 这个轮子是可以吃到的 而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声音会稍微有一点点大 是因为它这块类似于那种细纹的纹理的 单独的测试路面的一个原因 正常沥青路上 你看现在回到正常沥青路上 这整体来说轮胎的噪音还是抑制的不错 毕竟米其林的轮胎 所以这么看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用了小电池跟140千瓦电机 去强化版本的一个油混的车型 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加速跟整个的续航 那比纯汽油车确实要好 所以换句话说 我就现在想不到 在如今的年代 如果这个车定位比较OK 定价比较OK的话 再有什么理由去买一个纯汽油的这种级别的车型 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是 要么是油混模式 要么是插电混动的模式了 好 总体来说的结论 因为静态动态都已经试完了 如果这个车 它的顶配的Istland版本 能压到30万以内的话 还有一定的价格优势 如果过了30万的话 它就跟理想R8就正面对上了 那理想R8那个产品力 不输这个车 另外整个车的智能及人性化的部分 确实比它要新了一代 所以那个战场对抗起来就会比较难 但是呢 这个车如果去跟汉兰达比的话 它的整个的续航 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 介入时候的声音确实比汉兰达小 另外这里面的智能程度不比汉兰达弱 做工用料也不比汉兰达差 比汉兰达还是要先进一些的 所以如果它的定价比较朴实的话 定在这个25的30万之间 把车型这个排的比较OK的话 配置下放比较好的话 理论来说 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比汉兰达看起来 要新了一代的油混模式的 这样的一个5米级别的车 包括它第三排的空间也还是不错的 还行啊 这个锐介L其实相对于之前来说 还是比较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 之前那个车就属于是锐介 一直在我心里就是样子比较好看 之前那个2.7V6对吧 那个大圈21寸的大圈什么的 但是呢 整个车的空间什么的并没有那么好 如今这个车呢 还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有点意思 主要最终还是看定价 厂商还是现在的价格敏感啊 这方面呢 它疼不疼 如果足够疼的话 价格足够合理的话 那还是有一定销量的 喜欢记得分享哦